玩者六周年轻看了没 看完了没 我不信 我看了还看完了 那我就挑些我论威的重点 大家说说 首先就是这个念念跑不掉的阿黎 去年的真人被我家吐槽 好 今天的反应就很快啊 直接换了个全息假人 跳得好呀 价值不许再跳啊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东方药 成为了天美的星鼠儿 不仅在季下篇的方剧中 直接就是主角 而且还单独给他出了个音乐剧 你干嘛 我好心救了你 我在等我的大英雄了就不 从这个片中不难看出 西施绿了 开个玩笑 每个节目都非常的用心 非常的精彩 感染着其中还穿在了 玩者的各种重磅消息 新英雄和新皮肤 来人 把大王子请上来 你也长啊 这很难看出新英雄生兵叫做飞 应该是毒飞 的贵族大王子 那看到这张脸呢 我最先想到的就是 李白和庄舟 然后再结合他的身份和打扮 我大难猜测一下 这个英雄大概率会是个战士 毕竟李白是刺客 庄舟是坦克 那他们两个结晶 暂时不会错了 接着就是西游系列的 戏剧动画 讲的分别是 猴王出世 大脑天空 深渐浮龙 收服八渐 以及女儿国 这跨度不有点大 但这并不重要 因为在戏剧的结尾 玉兔 来告诉我 看到背影 你们首先想到的是谁 没错 受约老婆 除了她是自带耳朵的 你还能再多说出一个吗 原方 阿古朵 问奇 接着就是女儿国的国王 你看这个景音 你再看看这个大裙摆 你再想想国王 这两个字 除了我武则天老婆 还能有谁 管扎军 那这个有眼力见的兄弟们 也可以猜猜看 不过呀 我根据这几个西游系列的动画 我硬硬觉得 这里头的彩蛋不尽于是 也许 可能 未必 还有其他的皮肤 那最后还有关于 王者荣耀宇宙的两款新游戏 破晓和世界 破晓 看也是应该是以格斗为主 最让我惊讶的就是 红buff大哥的两界防转 被揍了六年的那个男人 他终于要站起来了 然后就是世界 从CG和实际演示中 可以看出 它是一款 以王者故事为背景的 开放世界游戏 特别是这个节目和打斗 哇 非常的期待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分享的 这次周年庆 对我们玩家们 比较重要的一些节点信息了 最后在这里 祝我们的小王 六周年生日快乐